看影片之前提醒你热点网站还有更多内容 由首相安华领导的团协政府上台一年后 今天迎来第一次重大的内阁改组 今天早上安华宣布新内阁阵容 从原本28个部门增加到31个 政府部长从原本的55人增加到60人 政府部门和政府部长人数虽然有所增加 但是整体来说还是比起前朝的70人阵容来的小 那么在这份新内阁名单当中 有5名新部长走马上任 当中包括了新融党熟理主席戈宾兵兴 掌管新成立的数码部 承信党策略主任祖吉菲利·阿默回锅当卫生部长 前第二财长佐哈里掌管原产业部 原任副财长沈志强取代被除名的西华古马 月升当人力资源部长 以及公积金局CEO阿米尔韩抓辅佐安华 当第二财政部长 那至于新委任的副部长方面呢 巫统妇女组主席诺莱尼重返副女部 形容党副主席古拉取代兰卡巴星 当首相署法律及体制改革事务副部长 公正党副宣传主任拉马南 受为企业发展部副部长 行动党太平国会议员黄家和当副教育部长 以及受委为上议员的祖吉菲利·哈山 受为首相署宗教事务副部长 那么原任的副教育部长林慧英呢 则是被调任到财政部去当了副财长 那么再来 巫统在这一波内阁改组当中 有三名部长大风吹 互相对调了部门 包括了原任国防部长 也是巫统老二的莫哈山转当外交部长 原任外交部长兼巫统总秘书赞比里 转去掌管高等教育部 而原本的高教部长 也是巫统副主席的卡丽诺丁 则是取代了莫哈山掌管国防部 好了 刚刚我们有提到 安华委任了公积金局CEO阿米尔寒扎 以专业人士的身份入阁之后 就特别引起关注 今天早上才宣示出任上议员的阿米尔寒扎 有丰富的企业经验 他的父亲也是前国有公司主席 那安华在记者会上就提到 他很满意阿米尔寒扎 在掌管公务基金局时的表现 并且认为他已经有能力当部长 来帮助财政部建立一支强大 而且专业的团队 首相安华今天公布改组后的新内阁名单时 特别点名和称赞新委任的第二财长阿米尔寒扎 当被问到为什么重新委任前卫生部长 祖基菲利回国时 安华解释 卫生部有很多从前朝政府留下来的问题 所以需要一名有经验的人来掌管卫生部 政府需要祖基菲利的经验 安华也提到 新内阁成员加入后依循惯例会减薪百分之二十 而在经历这波人事大调动后 如果大马局势和经济情况没有大改变的话 现在这个内阁班底就不会再改组了 会一直做到下届大选 就在安华公布新内阁阵容后 被委任的新政府部长们 下午三点在国家王宫宣示 开启入阁当部长为民服务的生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